什么是机枪流百里守约 就像这局对面有钟窥晚儿 中后期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架枪瞄准 并且对面阵容非常肉 所以这局的打法是近身平A 打技能连招 大家好我是取名鬼才小外 这是一局1600多分颠分赛 进游戏第一时间学二技能 然后贴墙迅速到达第二个草丛 只要你动作快80%拿一血 我笑了出门慢输一半 贴身一发二技能接平A 然后精准瞄准第二枪带走后翼 说个技巧 你贴身是百分百命中 但是如果有半个身位 那么就平A一枪再接二技能 这边观察小地图发现上官丸 被追击成残血 队友已经追不上了 这时候二技能向后拉 匀速移动 等待三线重合 直接带走上官丸 玩守约 不是任何时候都要隐藏瞄准线瞄准 像打这种没位移的 你直接瞄就好了 预判的慢一点 先让对手慌 然后你的命中率就高了 这边两枪把后翼打成残血 等待他大招控制时间结束 直接闪现对点 这时候千万别用大招 万一空了 你就追不上了 这边对面疯狂拆塔 其实后翼是聪明的 因为想针对白里守约 就先让他掉塔 没事也 即使送几个人头也没关系 这样会让守约中后期打得非常难受 这就是掉塔的后果 对面直接四个人来抓我 这是第二次了 小乔也不知道在干嘛 大家玩打野 优势路明明强拆不了就不要去 抢经纪不说 队友不在其他路给对面制造压力 很容易把优势路也给带奔 这边我也不瞄了 直接大招翻墙过去 点残血悬测 留闪现躲上关玩 二一连招 然后瞬间架枪瞄准 我们二技能只用于三种情况 开团前消耗 开团后收割 还有近身打连招 打团的时候 想尽办法平A 才能输出最大化 然后这边出道末世破晓 猪八戒就是这么肉也扛不住 这边A2连招收掉中盔 防止队友抢人头 后翼吃到李白 二技能伤害 减速减物抗 那么我们直接上去点就好了 其实白礼手约完的后期 尽可能开团前 就把对面C位打残 或者秒掉 这样对面根本没有办法开团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每天玩多久王者 我跟大家说 自从我开始做视频 每天最起码打十个小时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会十连胜哦 明文三红月 七货元 十一眼 十狩猎 装备 公速鞋 暗影战斧 获军 莫视 破晓 复活甲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